我从小吃到大的旺旺鲜辈竟然出了新的口味 而且我前段时间看到很多人说新的口味竟然还挺好吃的 我就把这些新口味全买回来了 今天我们就要来看一看是不是像他们说的那么好吃呢 玉米味极其浓郁 晒黑版的旺旺鲜辈 口感都变得温柔了 真地吃好好吃啊这个原味 没有想到现在的旺旺鲜辈家族已经如此的壮大 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本次的参与选手 首先是原味的旺旺鲜辈 然后是烟熏炒玉米味的鲜辈 鲜辈物语系列的芝士鲜辈 浓浓爱情滋味鲜辈物语 Mr.Hot 腊人和鲜辈的联名 这个应该是一个墨西哥腊味 评测开始之前下来一个原味的 这个是我小的时候最喜欢吃的零食 我喜欢它的程度要多于那个旺旺雪饼的 因为我喜欢吃咸的 会咸会甜 真地吃好好吃啊这个原味 接下来我们的试吃开始 第一位选手就是这个烟熏制烤玉米味 它的这个颜色看上去和原味的有不同啊 它这个是很明显的橘红色 而且上面是能看到一些像是烧烤那种调味添加的那种颗粒 哇好浓的那个烤玉米味啊 别说它这个还原它还挺像 玉米味极其浓郁 刚一入口的时候它结合原味的有一点点像 也是微咸微甜那种 然后马上那个烟熏味和这个玉米香就 第二个层次就出来了 还是甜咸口的 这个味道好还原哦 所见即所得 我喜欢吃烤玉米这个味道啊 好吃 但是它是比原味那种要略咸的我觉得 下一个参赛选手是这个芝士鲜贝 它是奶香芝士味 看这个袋子就知道 肯定是非常浓郁那种奶酪味的鲜贝 包装都不一样 这个包装都很可爱 乳白色的渐变 还像那种奶酪 还有奶酪的那个样 试一下哦 你们看这个颜色它就是 鲜贝外面沾了有点点咸咸的那种芝士 前面的原味的和那个玉米的 咬下去的口感都很脆很硬 这个脸它本身鲜贝的那个口感 都变得温柔了 有点点奶香 不怎么甜也不怎么咸 吃在嘴里面就像是在吃芝士 没有说因为它是一个芝士味 所以就要把这个鲜贝做的 非常非常浓郁的芝士 不是 它就是让你回味会觉得 嗯 很有芝士的感觉 这个也不错的 下一个你们看它叫甜蜜豆味 别的先不说 咱就说这个包装上面你看 又是这种奶白色 又是这个樱花 就让人很有那种甜蜜进步的感觉 包装也是一种很浪漫的 呀我这种脆了 这个鲜贝是白色的 像是鲜贝外面 粘了一层奶白色的一个粉 不知道是什么粉啊 试一下 它这个粉就是一丝甜味的那种 外面粘的那层粉 很像是豆子磨得很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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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那种泥 其实吃不出来太多豆子味道 但是很像是绿豆糕的那种细腻的口感 就是按这个鲜贝物语系列来说的话 个人更喜欢那个芝士鲜贝 这个其实它就是更温柔的那种甜 它没有什么更多的回味 哈哈哈哈 下一个 是这个辣人鲜贝 说是吃货都爱重口味 那我们就看看这个墨西哥辣味 到底有多辣 这块它有标 五级辣的话它是三颗辣椒 这个包装是长这样子的 目前看起来啊 这个鲜贝挺辣挺红的 真的有点像晒黑板的旺旺鲜贝 到吃到那个啊 晒了一圈回来了 嗯 很浓的那种辣椒味 我们尝一下啊 甜辣口 入口先是甜 我嚼了那么四五下以后 它那个辣味才激发出来 很像是披萨 就是加了很多不同的什么辣椒在上面 然后再撒上辣酱 番茄酱以后混合那个披萨香 辣度的话没有很辣味 吃这个的话 基本上不会让你的口腔和舌头 有什么刺痛疼痛的感觉的 这个包装糊住了啦 还以为有多辣咧 有点咸咧 吃这个感觉是想喝水的那种 好啊 家人们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些 全部都吃一个遍了 那我们就来一个评分吧 我觉得最好吃的啊 还得说是经典原味 这个不得不说YYDS 第二名是玉米的这个 好香好香 我最爱吃烧烤的 这个味道真的 你一定会喜欢烤玉米的那个香味 第三名的话 我觉得是这个芝士咸味吧 它也挺特别的 就是给你一个很浓郁的芝士的香味 但是它又不特意强调芝士这个东西 然后第四名的话 这个腊人啊 如果喜欢种甜种辣种咸的 那你一定要试试这个 这个是鲜贝街的重口味 最后一名的话 我觉得是这个吧 可能跟我自己的饮食喜好有关系 我比较喜欢稍微有味道一点的 所以这种口感上面很温柔 没有什么存在感的 在我这就不会有太高的评分了 这个就只能是今天到第五名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会内容啦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 拜拜 不要忘记一键三连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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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